说天使神弱的可能真的要被打脸了 在最新的斗罗动画中 天使神动用了全部实力 九环奇诈的唐三在天使神面前连一点波浪都没翻出 天使神轻轻松松挥挥手就把唐三拿下了 在这之前要说天使神不是在陪唐三玩那我是不幸的 之前唐三都是一个一个魂魂炸的 天使神都能陪唐三打那么久 而这次九环奇诈 天使神直接单手将唐三脑袋按在岩壁上摩擦 而唐三根本就没有还手的力量 光是站在天使神周围 天使神的太阳真火 就能慢慢消融掉唐三九环奇诈的护体能量 要是没有这层护体能量的存在 估计直接就被烤熟了吧 这次的天使神只是五指并落 唐三在那就动弹不得了 随之慢慢的被恐怖的太阳真火之口 九环奇诈形成的蓝银黄羽翼 直接枯萎 海神三差几的光芒逐渐暗淡 唐三都出现幻觉看到小五了 这是离死神更进一步的表现了 天使神如此大的实力反差 之前天使神与唐三的赌约确实只是在娱乐而已了 虽然说这次是蓝银黄五魂的九环奇诈 没有浩天锤诈环的威力那么强大 但九环奇诈的情况下 应该不会比浩天锤魂环单诈的威力小吧 九环奇诈还被轻松拿捏 如此巨大的反差 天使神是真的弱吗